车停路口等停红灯 突然遭前车蓝停 倒车猛撞又马上跑走 留下被撞车主满脸问号 新北市37岁灵性男子 下班开车回家 行经新北三峡中山路 被人无故倒车冲撞 对方逃逸后竟然又让回来呛瞎 被害车主傻眼 对方又把车开到三峡接受路二段 冲撞停放路边轿车后 徒步逃跑 袁静找到肇事男子 在他车内起获两把刀 及防狼喷雾器 蔡敬嫌犯共撑 是吃了安眠药精神恍惚 车上带刀是为了切身鱼片吃 防狼喷雾则是担心遇到色狼 让袁静听了啼笑皆非 而高雄则有女驾驶 路边连环撞 黑色轿车突然高速往前 却逆向朝路边停车冲过去 碰得一声轿车变成堆高机 直接铲上去 先撞上货车 又推撞后方小客车 变成两车叠叠乐 货爆赶到的车主全都傻眼 而在新北汐止福德二路 15日早上 则有两车过弯剪鞋撞上 驾驶怒气互呛 驾驶被安喇叭呛瞎 自己也回向对方会不会开车 但仔细看 对方是左转车 自己是右转到同向车道 依照道交规则102条 本就应该礼让 自己搞不清楚规则 这句 会不会开车啊 格外讽刺 记者新北高雄组合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 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